新手来钓鱼 也钓十大基础技巧 也钓的钓友 有的钓了几十年 也不会跳跳 钓得稀里糊涂 新手更是一次次的空军 严重地打击了钓鱼的兴趣 今天细说十个钓鱼难题让你懂 一 什么都不懂的 从来没有钓过鱼的 记住专角老钓位 就是水边的陆地被别人踩得发亮的地方 有钓鱼垃圾 很记得 二 不知道怎么跳跳 记住千坠比浮飘重几口 千坠上的太空洞上来十公分 保证千坠滑动 保证浮飘路初一 二 三都可以 这就是跑签料法 适合新手简单 到底能上鱼 新手别管什么鱼 上鱼就开心 就会累积自信和兴趣 其他的什么不用想 四季通用 任何水域通用 三 鱼料春天性香的 什么牌子都可以 夏天果香味的鱼料 秋天奶香味的鱼料 冬季新香加百分之十大新大香的 其他季节全部单开一刀搞定 就冬天加大新大香的 四 鱼竿选择3.6米的100元以内的 选择硬干 28吊性的 耐折腾 别学老钓鱼人整击百元的心肝 你驾驭不扰 坏得心疼 以后有你的机会买好干 五 鱼钩四号绣钩 一定无次的 开始难免钩自己的手或者衣服的 六 大线1.0到1.2 紫线0.6到0.8都可以 切了再说 不要怕这怕了的 切线也是一种体验 七 鱼口抓浮飘上顶和下顿 激烈的连续抖动 其他的不具代表性 八 30克驱9到500小米 拌匀等30分钟就可以做窝子游 或者直接加耳料里也可以 占开耳料的3%到5的9米 九 基本钓鱼战术 找好参照物 每次尽量都抛一个地方 不要动一下 吸一下的 十 前十分钟一直抛干 抛下去 十秒钟不吃就提干重新上耳料 这样又鱼 总结 保证你不空军 新手入门快 不会老是钓不到鱼 一次次的受打击 谁 你不空军